一个就是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推动外籍人员方便来 今年以来这一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 成为外国游客 说来就来游中国的流量密码 也成为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政策名片 另一个是区域性的入境免签政策 助力外籍游客多样来 相继推出了港澳地区外国旅游团入境广东 144小时免签 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 144小时免签 59国的人员入境海南30天的免签 沿海省份的外国旅游团 乘坐游轮入境15天免签 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 近期又出台港澳地区外国旅游团 入境海南144小时免签的政策 汇集外籍游客590万多人 三是创新口案签证政策 促进外商引进来 进一步地放宽口案签证 申办的条件 对急需来华从事商贸 访问等活动的外籍人员 可以向全国73个城市的100个口案签证 机关申请办理口案签证入境 那么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 今年的1至7月份 全国各口案入境的外国人 是1725.4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129.9% 签发口案签证是84.6万正次 同比上升了182.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